接下来要说的信 是写完以后的几十年 才从墙缝中被意外发现的 收信人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过它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929年 写信人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会 中共第二位女共产党员 在修缮她的故居时 在卧室内侧墙壁离地面两米的墙缝里 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 收信人包括毛泽东以及弟弟等亲人 但收信人都已经不在了 远迟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 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 天天等 简直太伤心了 太寂寞了 太难过了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你死了 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你的尸体 信中所说的贵重的信 是毛泽东与杨开会分别当年 毛泽东用暗语写来的 你是幸运的 能得到我的爱 我真是非常地爱你 不至于丢弃我吧 你不来信 一定有你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我要吻你一百遍 你的眼睛 你的嘴 你的脸颊 你的鹅 你的头 我要哭了 我真的要哭了 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你 我怎么都不能 人的感情 真是奇怪 我真爱你啊 天哪 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我觉得那种爱和这种诺 无论是至于毛泽东 还是至于他的初心 还是他的信仰 都是那么的质地有生 所以我读信以后 我就感觉我看到了一个 为爱而生的 为信仰而生的伟大女人 你是信仰而生的 能得到我的爱 我真是非常的爱你 谁把我的信带给你 谁把你的信带给我 谁就是我的恩人 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你 我怎么都不能 我怎么都不能 他那么不爱你 他那么不爱你 就是我的 他这么不爱你 我这么不爱你 我真的不爱你 我都不爱你 你怎么不爱你 你喜欢你